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这就是街舞期要来了 网友想让王嘉尔、王一博、张一星当队长 这 就是街舞第七季要来了 导演陆伟说 要搞一个世界级的赛事 会有很多老将出马 这意味着将有很多网季舞者回归 迎接新选手的挑战 除了舞者阵容 网友也在期待队长阵容 更有网友说出心仪队长阵容 许愿他们能参加第七季 网友许愿的四位队长分别是王嘉尔、王一博、张一星跟一阳千玺 相信这也是很多网友期待的阵容 这 就是街舞已经举办六季 王嘉尔是首位担任过热血街舞团 这就是街舞的队长尽管都知参加过一季 但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王嘉尔喜欢New School风格街舞 担任这 就是街舞队长期间 虽然没绿队拿到冠军 但是他很有想法 还选时就根据选手的特点制定考核标准 让他们更快进入状态 第三季总决赛四强选手中 杨凯、小潮、肖志斌都来自他的街道 王一博连续担任三季节目队长 两度绿队夺冠 为何没拿三次 因为这 就是街舞第六季没安排队长组建战队 这 就是街舞第七季 将去到步步的国家 王一博是步步的队长 网友许愿他继续担任队长 参加第七季录制 而王一博是否当队长 还得看王一博有没有档期 至于节目组 必定是盼着他参加 王一博的专业性强 粉丝群体大 只要他能来 收视率就得到保障 且后续宣发也能省不少力气 张一星担任过这 就是街舞第三季 第四季队长 尽管他曾在总决赛说过这就是游戏 但他跟节目组双方都没有恩怨 节目组在第五季更改赛制 张一星也在第六季总决赛 带来了表演秀 易烊千玺是这 就是街舞首位冠军队长 参加了前两季录制 后续阴荡期问题 没继续参加 这也让洛伟觉得遗憾 易烊千玺担任队长时 比大部分舞者年龄都小 本打算过来跳舞 没想到是看别人跳 但易烊千玺很快调整过来 担任考核官时 尽心尽责 赢得很多街舞大神青睐 其中包括第一季的亮亮 韩宇 第二季的小海 阿牙 冯正等人 易烊千玺的号召力很强 队长秀期间 易烊庄制战队几乎全员到齐 如果他回归这 就是街舞 会吸引很多舞者参赛 这 就是街舞迎来第七季 很多喜欢易烊庄制的观众 也想看到易烊千玺继续担任队长 只是他的工作重心 似乎在影视剧方面 参加第七季的概率并不高 除了这四位队长 网友还想看到丁诚心 蒲仔范等队长回归 至于第七季队长阵容 还得等着 旧世界舞节目组官宣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